已经知道f of x是线性函数 而且f1等于5f2等于5 然后要问f-3等于多少 好那这边因为它说它是线性函数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假设f of x叫做a x加b 线性函数就是我们以前常讲的二元一次方程式 就是有x有y然后都是一次的 好的那我们题目给的条件我们来把它带进去 f of 1带进来呢 等于a加b是等于5 然后f of 2带进来呢 是2a加b也等于5 好所以这边两个式子我们来把它减连例 第二式减第一式a等于0 那b带回去之后呢就等于5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我们的f of x呢 就是0x加5 那就是一个常数 好f of x等于5 所以呢任何数带进去 这个函数呢都是等于5 所以我们的答案呢就是d 准备 谢谢观看